台湾钢铁鹰,信息照片,记者Lya Yalong,记者Wichin Shenzong和报告,台湾钢铁鹰今天咬住了统一的狮子。 他只落后1分,但仍以5冒号6的比分输了。 他连续9场比赛被击败。 Teng Xiaoying的先驱堂,Shouting,Teng Xiaoying,在第一局中被统一。 短期进步后,陈,乔克斯,陈哲玄,及时发挥了作用。 在第二局中,林昭炸毁了杨秋的本雷达,并获得了二冒号0的领先优势。 请继续阅读。 在第二局中的帮派干旱,Gang Gang Yang,选择了4个坏球,偷了第二个类。 一包的兄弟在该领域踢球,一致派遣了投手Covies,荒冰洋跑回台湾钢铁一分。 在第五局中领先的陈陈尤尤,Cheng Xiaoying,扮演了第一位球员。 在比赛中进行了两次之后,Hang、Xiao Ting、Teng Xiaoying,进入了4个坏球的基础。 Later,Hong Weihan和Sanishin继续进攻2分,并将三冒号4追赶到一个点。 在第六局中,林、伊夸恩、苏、齐吉和陈陈尤尤得到1分。 下半年,太极拳皇帮冰洋、伊夸利和吴明洪占领了全部基地。 Hong Weihe得分高费并牺牲了。 第七局依靠错误的错误,Sanishin的第二类,以及下一个城市, Teng Xiaoying,和Sanishin的下半场恢复了1分,5冒号6仍然落后1分。 无需话或抓住新闻来观看新闻保证。 我下载了该应用。